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天我们要参加一个公听会 这个已经是第二次由国民党的温暇委员去办的公听会 第一场是5月底的时候举办的 叫做移工制度总检讨 现在是移工制度总检讨之二 那最近其实大家都发现所有的总统候选人啊 就突然醒过来了 这个十几年都没有修的那个八十两表啊 或者是同律师讲了二十几年的这种开放移工都没有人理 然后最近突然大家又要 选择的时候突然大家良心都发现了 没有良心啊就是还是讲出来看有没有什么效果而已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觉得张老师真的是太客气了 我觉得我努力了 我努力了二十几年 我跟高伟邦博士一起努力了二十几年 大家都可以回去看我们的历史的资料 我写的文章不管怎么样 好自由时报现在封杀我 可是之前我很多文章是在自由时报登的 好那这些努力我们其实都没有得到回应 蓝绿反正就是摆烂 好像脑死一样完全没有反应 可是张老师张岩老师 他成立了雇主协会之后 他做的努力 开始有人听到声音 有人听到声音其实我跟张老师一起去看家很多 政府的部门开的这个会议协调会 所以一点用都没有 我觉得真的是在炖油谈 我们出来之后真的需要这个 每人灌一瓶威士忌 才能够鸣鼎大罪 才可以忘记刚才受到的伤害 我觉得我们受到的心理伤害非常的庞大 我们需要心灵导师 好我们需要蓝绿霞 Anyway就是没有想到就是我们努力了这么久 我们终于因为温玉霞委员真的非常的用心 他是少数我们接触的立法委员愿意去理解 外劳这个问题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在弱弱相聘的情况之下 到底这些弱势的雇主应不应该适用劳动阶纯法 应不应该适用就业服务法 去绑住他们 去负担这么大的一个义务 他们不懂法律什么都不懂 然后那个外劳逃逸 然后没有任何的法律辅助 然后缴就业安定基金到以前花到哪里去了 通通没有任何的协助 温玉霞委员一开始是先开一个记者会 其实我可以补充说明 其实我自己个人很感动的是 其实是温委员他的办公室 他本人有自己打电话来找我们 然后先说要跟我们聊一下 当初因为我们拜会了太多的立委跟民意代表 他们其实听完之后是真的没有下文 就是那个你灌一箱 威士忌都不会觉得心情好到哪里去了 是一箱食品还是食品 就是不好过 就会觉得你在浪费时间 然后你花那么多时间 然后他们讲完了 就没有下文 可是温委员他其实每一场会议他都从头听到尾 然后他是主动来问我们说 现在这个制度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我觉得他这样 主动来找我们的几次 然后我们跟他解释之后他有听进去 然后也有真的去交办 所以他办了第一场移工的这个总检讨的时候 我觉得虽然媒体的效果没有太大 可是他的确把我们 影响也很深 对 他把他重要的问题点出来了 不管是巴士两表 还有这个逃一外劳的问题 甚至他在质询的时候 我觉得另外一个我比较不能接受 就是我们在质询的时候 为什么时间那么短 你这么多事情要问 你都给他几秒钟 他根本就不够时间去把它谈完 然后回应的就是敷衍了事 那可是他的团队 有去把这个问题去了解 甚至他会去问说 那你这个就业安定基金委员们 到底是怎么来的 他真的有去问 我必须要这样讲 所以呢 我们必须要归功于张老师 我们必须要归功于雇主协会的所有的志工们 为什么 因为从来没有人在这上面做努力 而雇主协会做的努力呢 今天得到了结果 我觉得在push的过程中 你要看吗 谁为这进行发声 对不对 我们做节目 我们写文章 谁为这进行发声 当然是最主要的原因嘛 可是因为像温伟源的努力 他的办公室主任跟副主任 他们在修法上面的努力 我们当然从旁协助 在条文上面 我们可以做一些建议 因为我是学法的 那可是 他确实得到了一些关注 那民进党现在为什么配合这件事情 赶快说我们也来开放 我们现在家会受费的这个户数 可以达到60万人 今天雇佣外劳这件事情 并不是福利 我再讲一次 雇佣外劳是一个资格 本来我们可不可以雇佣人 我们可以雇佣全世界的任何一个人 这是我们的自由 你把我们的自由剥夺了 控制在手上 然后现在释放出一点 我增加有60万人 你可以不用80亮表就可以雇佣 这叫做福利 你竟然叫做加费60万人 我觉得 是少杀了60万人 是 我觉得真的这种 这太可耻了 你剥夺别人的权利 还给他 还给他说是加费他 小偷偷你的东西还给你 叫做加费于你 这是不对的 嗯 关键是如果今天80亮表 是拿来当做是一种福利的给予 比如说 有很多的辅具啊 变成免费 嗯哼 你聘用 这个移工 变成免费 那我认为 应该 重研 甚至比80亮表还要研的标准 我都觉得ok 而且我觉得这些家庭 会愿意劳师动众 把病人 送到 移动到医院 让你检查 那你就重研检查吧 因为你要领的是国家的福利 国家的福利来自哪里 每一个人的纳税钱 当然不能乱花嘛 可你今天不是 今天是我们自己付钱 我们有自由聘雇的权利 你把我剥夺了 然后呢 用巴士亮表来审查 那有一些人可能他的条件不符合 真的是 刚开始是失智的初期 对 你不希望他失智的初期 他会走私 你会发生很多的问题 其实失智的初期 开始他脾气会变成暴躁 而且就已经很难过 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 会走出去 他可能是半夜 他醒过了 他就出去了 对 就找不到人了 你需要分担 你这种家庭的 这种很大的一个压力 你需要分担 你需要人力 你甚至这个人力不止一个 你可以 你有条件请两个 你为什么不让他请 这是剥夺了我们的权利 然后你今天说 把这个权利还给我们 是加惠于我们 我觉得这是非常可耻的说法 没错 那今天因为雇主学会的努力 所以这些声音被听到被看到 然后 关键是 国民党从立委 从他的总统的候选人 提出来他的新的政见之后 于是有人在 好像在开辩论比赛 我要吃掉你的论点 于是我赶快来改变 我觉得这都是好事 没有关系 因为什么原因促成他的改变 我都认为是好事 可是我们必须要把他的来龙去脉 说一遍 那我觉得张老师也不要太客气 真的这一路以来的辛苦 真的是眼泪往肚子里面吞 我是已经走完这个流程 没有没有你没有走完 你要一起再走 不是我父亲已经送走 你还在这个艰困的奋斗中 那 对我来说 我们家的长辈就是我了 现在是我要维持我的身体健康 就是我们全家的幸福 那我先生走了 没有给我任何的压力 让我去服侍他一天的机会都没有 他就这样子很干脆就走了 所以只剩下我了 所以我要维持健康 所以我们今天也在写一本书 就是 活出两倍的人生 我跟张老师 我们可以预告一下 我们在写这本书 就是希望把我们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这也是一本交战手册 对没错 好那 所以明天的公听会 时间可能会很长 对最少两小时 那前后都有媒体吗 那主要是我觉得是延续第一场 第一场已经有让大家看到八十两表 因为在这几十年以来 几乎没有人去提到说八十两表本身有问题 你为什么要去设计一个量表 然后把大家要去评估的流程 变成那么的复杂跟困难 甚至造成 其实那个医生被打只是一个影子 就是他是一个禁音 其他原因是包括所有累积出来的这些民怨 那我觉得自己看就是 我们引进外籍康户已经三十年了 可是突然在这一个月以来 因为可能已经有一些声音出来 那所以从行政院以降开始积极的去检讨 甚至要赶快的去开放 我觉得如果现在要开放的事情 是本来就可以做的 你怎么会突然现在要做 这个是我觉得比较不可思议的地方 而且他讲的方法 包括就像刚刚说的那个华侨护照 跟无国籍一样的逻辑 就是你以为人民很好骗吗 你说了六十万 那六十万这些人要聘的外籍康户 从哪里来 就算是印度好了 也是昨天才突然冒出这个国家 之前传闻的都不是这个国家 那真的有在做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再来就是他有提到这个外展服务 很多人可能连外展服务都没听过 这个应是好几年前推的 而且他是以失败告终 我刚好有一个机会可以问当初 等一下什么是外展服务 可能很多人不懂 外展服务呢 他其实连这个 Abbrevation怎么来都觉得很荒谬 就是他好像叫做 反正就是他把外籍康户当做终点工的概念 我这个可能是社福啊 我可能这里引进了十个外籍康户 然后因为可能有十个家庭有需要 我就用终点的方式派到各个家庭去 听起来很好 等一下就像一个池子 因为大家都是需要康户 可是你不会训练他 所以呢我就管他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机构 他可能有100个外劳 然后都训练好了 那你需要聘雇 我就直接从台湾就直接 就直接把人派出去 他其实有点像 其实我们现在有居服员嘛 长照是台籍居服员 他的概念比较像外籍的居服员 一样去申请 然后他在用终点的方式来到你家来工作 可是他都没有去解释说怎么去执行 因为这个计划已经在几年前就告终了 因为实在太难用了 2013年 对 他不好申请 然后又贵 所以你去想哦 今天连台籍居服员都要自己去cover他自己 按家到按家中间的交通的时间跟费用 外籍看护呢 谁接送他 难道是我们帮他叫机车车吗 到达不了 到达不了啊 而且我们跟家庭看护 用Uber 然后连Uber一直一起来 这样很贵耶 这个照护的家庭负担不起 而且谁翻译 拿到今天这个终点的外籍看护来你家 要带翻译 然后你还帮他出停车费 然后跟他的交通费 这个做不来嘛 而且你到底人力从哪里来 我现在现有的full time都请不到人 都还会逃跑了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干 对啊你如果今天把他来只是做夜间的 或者是做weekend的 他在家里每天滑手机都会逃跑 你觉得这群人不会逃跑吗 那逃跑算谁的 算雇主的还是这个倒霉的社福团体 都没有想到这些部分吗 我真的觉得 完全不可执行 如果有的话我们觉得很开心啊 对啊很开心 就我们明天早上 喝完酒之后 明天早上一醒来 发现说我随时需要一个外来 我随时可以申请 然后他就派人来 开什么玩笑 你跟饭店一样 那我们今天打内线电话 他就可以把酒送上好了吗 天啊 对我觉得 就是不要用骗的啦 如果你真的要做真的很好 可是如果你只是 因为大家在讲了 选举要到了 这个就真的不行 因为我们在解决的是照护的困境 那我们希望每个月都有选举 对我真的希望每天都有选举 然后都是总统大选之类的 然后有一个总统候选人讲出一个很不错的政见 然后大家跟进 故事也会要准备一张那个 那个联署书 或是说签名同意书 或是声明书 或是 我比较想准备飞飙 投名状 去问每一个总统候选人 你到底在这个事情上面要怎么解决 啊 我是希望他不要只有告诉我 说是怎么解决 Action speak other than words 要真的做啊 但是他跟我提出来的时候 我发现你做不了嘛 但我觉得如果你提出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一听就知道做不了 那你就很明显在骗我 而且你还是觉得我是那个 不会人力分班的那一群 就是我没有办法判断吗 嗯 我就不要用骗的 这样我会觉得人家无我的智商 虽然没有157 但是 应该也还不错 各位已经这个 已经10点 10点50几分了嘛 然后 大家觉得我们要继续讲下去吗 我们两个也继续讲下去啊 可是呢 明天因为要公听会 而且早上其实8点多 我们就要接受媒体专访了 所以这个 嗯 我们得休息一下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 好 因为我们要继续工作 我们要做power point 好不好 最后 才要教功课 这样子 好 今天谢谢大家 然后明天早上9点钟 对 我们要公听会 所以我们会直播 好 我们会直播 所以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关心 这场公听会 我觉得这是影响台湾 能不能结束地心事果齿的一个关键 以及我们生不如死的这个问题 是不是可以解决 我们的长照问题 是不是真的可以得到解决 我们两个会继续努力 好 协会的所有的志工也会继续努力 谢谢小编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晚安 良好的睡眠品质是维持健康的不二法门 为此 Apollo Fiber Insight 不断创新研发 Apollo Fiber Insight 即梳棉 Plus 养生暖电 采用独家超纤维电热 及温控技术 可安全地持续使用 并保持温度55度C 经过检验证时 只要在白天加热4小时 就能杀死床垫及棉被内 95%以上的尘蛮 更能抑制9成以上过敏原 让过敏症状获得有效改善 消除尘蛮及过敏原 让您熟睡一夜好眠 身体得到最完美的休息 产品更经由 TTRI仿制产业综合研究所认证 兼具远红外线养生功效 也是您预寒保暖的必备生活用品 发热式防蛮根除 让您健康一把兆 您不用丢弃使用中的旧床垫 只要将发热暖垫固定在床垫 并铺放上寝具 就能轻松加热消灭尘蛮 获得全面性防护 现在想秋冬早鸟优惠 购买一件除了有折扣外 我们加码赠送出防水槽收纳价 购买两件更实惠 更赠送两层抽屉收纳价 优惠活动直到10月31 立即购买迅速拥有 一年四季舒适好年 X-Pad远红外养生暖垫 我们拥有世界各国的专利 使用纤维不发热 而不是用传统的电线 启动加热功能 您将感受到温暖的疗愈力量 不仅可以达到出色的保暖效果 更能提供舒缓的热敷功效 让疲惫和不适烟消云散 检验证实 加热4小时可以去除95%的沉满 和1至9成以上的过敏原 最重要的是 我们坚持采用零电磁波技术 确保您和您的家人 在每一个温暖时刻 都远离电磁辐射的困扰 将健康放在首位 我们为您带来了特别优惠 现实折扣不容错过 不仅如此 购买一件加热垫 能获得一份赠品 水槽收纳价 更有惊喜 如果您选购两件加热垫 我们将送上双层抽屉收纳价 为您的居家增添更多便利 优惠时间直到10月31 不要犹豫 现在就选择我们的床铺加热垫 获得折扣赠品 以及更多居家便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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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